炫耀打过蓝结音,讽刺小S生不出儿子,如今自己孩子成恐怖分子。 迪英,曾经康熙来了的忠实粉丝对她一定不陌生,语言犀利,比主持人还敢说敢爆料,如今这位妈妈摊上大事了。 先来介绍一下迪英吧,她年轻的时候长得是真好看,标准的年代美人脸,从小跟着母亲和姐姐一起唱歌仔细,小小年纪就超社会。 平时如果有唱歌仔戏的演员欺负家人,迪英二话不说上去就揍,生活环境和家庭状况让她极度缺乏安全感,并且过早开始淡起保护家庭的重任。 还好日子越来越好,迪英也因美貌走进娱乐圈,主持拍戏上综艺节目,曾经也是比较红的女演员。 老板包今天算是迪英的代表作了,古装造型真真美的没话说,那个年代的美颜不但脸长得好,气质更出众。 可就是这样一个如花美人,性格却和脸蛋大相径庭,不仅嘟舌心肠还狠,曾在节目上当中讽刺小S生不出儿子。 对其他女艺人更是恶语相向甚至欺负老实人,她对林伟玲虚伪是扶不起的阿斗,从这之后两人交恶。 还在节目上还沾沾自喜地说自己打过蓝结英,当时蓝结英出世精神恍惚被TBB血糖,后来只好到台湾找些通告。 因为蓝结英迟到,耽误了大家的行程,迪英就打她,还解释她当时不知道蓝结英精神方面有问题,还以为她是耍大牌,才打的她。 看她在节目中那兴奋劲儿,真是气人,是隔多年后还在电视上把这种自己的丑事当炫耀,还说她就是等蓝一出现,就一脚踢上去。 我可是练过刀马蛋的,脚力很厉害的,一脚踹的蓝出去很远,她蹲下来捂着肚子,本来想踹第二脚的。 真不知道这样的人怎么会被贴上证据,侠女的称号。 他和自己老公可谓是不是一家人不介意家门。 迪英和老公孙鹏结婚后离婚,离婚又复婚,复婚后有各种秀恩爱,两人爱情观奇葩,性格更是一样惹人讨厌。 孙鹏在节目上炫耀年轻时的整人故事,爆料自己曾当着全校学生面巴掉好朋友的裤子,用尿袋砸同学头。 甚至把女老师棍最后掀裙裙子,真是大逆不道,社会败类。 最可耻的是她完全不觉得有什么问题,像说笑话一样讲给大家听,蔡康永觉得无语直接问她是不是有反社会人格。 三观炸裙的夫妇,在儿子的教育问题上更是残害了一朵鲜嫩的小花。 他们的儿子从小在禁锢中长大,迪英对儿子有极强的掌控欲,甚至因为生孩子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,闺蜜、朋友、合作伙伴全部断绝关系。 平时孩子时时时刻刻都要在自己眼前,直到儿子11岁了还和他一起睡。 15岁,儿子孙安所用于可以自己睡觉了,喜大普奔是不是?呵,男孩,太年轻。 他们家亲爱的妈咪依然管着她日常所有生活,迪英说孩子必须要靠好成绩,可以动用一切力量给她创造最好的学习环境,但同时分数一定要考到80分以上,不然就会挨打。 好吧,对待成绩每位家长都紧张,但关于孩子胖瘦吃什么有哪位家长会像她一样奇葩要求? 她不准孩子变瘦,每天盯着儿子吃饭,家里有个冰箱专门放孩子的食物,并且未成年的儿子饭量必须和成年人一样大,每个月胖5斤才可以。 平时孩子的日常出行严格限制,小学毕业前不能独自出门,18岁之后才能玩手机,呃,小边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撒鸭子到处玩了。 交友也有限制,有次儿子去小伙伴家玩,在对方家里吃了稀饭,从此以后迪鹰让儿子和小伙伴绝交,因为对方太寒酸。 这样毫无隐私毫无私生活的状态让孙曼佐性格扭曲,前段时间告出了大新闻。 这熊孩子在国外读书竟然要搞恐怖袭击,还人证物证齐全。对此,大伙儿怎么看? 主笔,超级马力宫。简介,泡桥传媒签约携手,于编一枚,八卦小能手。